欧洲的瑞士保持总理国地位 严格保密的措施让他成为全球富豪的金库首选 也是中资筹措资金的管道 不过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瑞士银行业跟进制裁俄国 加上近日瑞士信贷爆雷 让中国客户忧心 哪一天自己的资产也被公诸于世 尽管瑞士政府从未披露中国人的资产规模 但是2014年的资料显示 瑞士银行业替中共的党政高层设立账户 包括前总理温家宝的儿子 至少2万名中国和香港富豪拥有离岸公司 涉及中共的红二代 还有5名政治局常委家属 在英属维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地 拥有离岸公司 网络更传出有100个中国人 在瑞士存了1.12兆美元 大约新台币34兆 瑞士有大约7500名俄罗斯富豪 存了461亿瑞士法郎 大约新台币15.3兆 开战之后部分的资产遭到冻结 加上近日瑞士信贷爆雷 让政府书写500亿瑞士法郎 中国权贵频繁向瑞士银行高层询问 开始害怕自己的存款可能不再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